下到這裡的時候 白旗只有兩個人 但是你能相信嗎 在接下來簡單的死手交換之後 兩個看似被黑旗包圍的白旗 竟然反殺黑旗這一塊 哈囉各位奇友大家好 我是GOGO先生 哇好久沒有來到我們這個AI系列了 那因為呢 不好意思啊 各位因為前段時間呢 我生了一場重病 然後那個時候呢 稍微有好一點的時候呢 我本來想說來錄影 但是每當我只要一講話 我就開始咳嗽 所以呢身體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現在總算是恢復了啦 然後又可以跟大家見面 那有很多很多素材一直存在這邊 但是也要有體力錄 那還請各位多多包涵 那如果你是老觀眾的話 也先幫我在底下按個讚啦 幫我打打氣 那還沒訂閱的趕快訂閱 OK 好 那我們就來開始講今天的這個對局啦 因為我在這段時間感冒 其實我有發現蠻多人 反而關注我很多以前的影片 特別是講到那個什麼 AI浪三子 那這裡面呢就是在講到就是 AI浪三子的棋 然後呢不到100手 就把職業棋手給KO了 好 那那一盤是講咄它夠 好 那這一盤棋呢 是不到70手就把那個職業給KO了 更誇張 好 不過是讓2子 好 但是 我覺得他的誇張不是說在以70手 而是在剛剛你們前面看到的 僅僅只是簡單的死手交換 就是白旗本來這兩顆被殺 突然就反殺黑旗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我們呢就來繼續看下去吧 好那白旗呢走在小木 黑旗也小木 那白旗掛 那白旗是這個AI啦 J1知道F 那黑旗呢就是這個 這個職業 然後呢白旗掛 然後黑旗反掛 然後白旗小尖 然後黑旗反夾 然後白旗再拆回來 那前面呢就是大家布局就中規中矩 那我發現絕翼在這個地方只要拆的話 這種搭配他很喜歡這種跳 然後呢當黑旗下完這裡的時候 我就拆到 欸白旗確實這裡是用跳的 那黑旗這個地方是踢 踢一個就是要搶先手 搶完先手呢 就走在這邊拆一個 那白旗就是繼續壓破 這個是AI 一貫的招法 壓破完之後呢 再壓破 他這個其實一方面是壓破 然後還有這點撐完之後 也會有一點點威脅到這個黑旗 那同時也是在破壞這一塊 地盤 同時讓這兩個黑旗也沒有跟 如果這地方被白旗踢到 這兩個就危險了 所以現在呢黑旗要趕快去搶這一手 這一手雖然走在二線 但是看起來很小 實際上很大 因為黑旗自己有根據地 白旗沒根據地 那你看喔 如果這地方被白旗走到 白旗有加 黑旗沒有加 這也是我們在下旗的時候 有時候啊 看似簡單的一手旗 但是他的效果 就是會不一樣 那白旗呢也要趕快去搶根據地 即便是絕翼喔 都要去搶 哪怕再小 還是要有一個家安定 對不對 那換黑旗 黑旗搶到先手呢 就直接這樣掉過來 那下一手這一步旗就很體現AI了啦 那AI呢這一步旗直接飛在空中 不知道要幹嘛 以前我的我可能看AI的時候 會有一種 不知道幹嘛 可是可能最近我看了很多絕翼的旗 也已經有一點點 你要說見怪不怪嗎 可能也是 就是這個旗他很簡單的道理就是說 他先把這一面先補牆 等你來破 因為你現在這樣子圍啊 其實也沒有意思 而且這一手旗掉完之後 將來這一衝斷 這個地方一衝斷有沒有 這個軍隊線 這個斷開白旗的旗子 這個黑旗啊 這軍隊線一拉出來 肯定跟這個又會有一點點搖搖呼應 這個是可以死的 但是關鍵時刻他如果起到就這一個黑旗 那就很重要 所以呢 白旗乾脆怎麼樣 把這邊的隱患全部消除 而這一手旗不但消除了這邊的斷點的隱患 也消除了這個地方的黑旗衝的隱患 然後也間接加強了這裡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們在攻擊的時候 不是表面上的 直接這樣攻或者是這樣子走 而是怎麼樣 先把自己加強來也是一種攻擊 所以這種旗各位可以去學習 先把旗下後 再來看敵人 所以攻擊不是說一定一直殺他 先加強 那實在呢 黑旗跳下來 那白旗這個時候再殺 那黑旗這個搬了再靠 這個是 常見的這種 手法 那這個地方也很體現AI了 這個通常以人在下旗的時候呢 第一個直覺都會想要直接這樣搬上來 然後黑旗場然後再搬 然後看黑旗這個地方是要用搬的呢 還是繼續用場 OK 那實在呢 這裡就直接手拔了 那為什麼白旗桿直接手拔 首先第一個 這一打吃這一塊就活了 第二個 這一塊其實他已經有拉出來 所以他也算是安全 那安全的話 雙方都安全的情況下 你要考慮就是我走這個班 攻擊黑旗這一塊的效益是大 還是不大 可能他現在看一看攻擊這兩顆 不知道效益在哪裡 所以他乾脆先把戰鬥呢 改轉到這邊來 因為畢竟這個逼過來 也是有點間接威脅到他的根距底 所以這個跳 然後黑旗跳 跳完之後再點 再點 那黑旗這個地方其實要反擊或防守都可以啦 畢竟現在讓兩指優勢還是在黑旗的一方 可是 沒想到這一反擊後面就 突然就不太行了 這一盤其實很有意思 就我其實看了 來來回回這裡看了 重複看了幾次 始終都不覺得 黑旗好像有什麼問題 就突然就不太行 那我還是會找出一些問題的時候給各位啦 那白旗長 這白旗千萬不要這樣子切下來 這切下來已經算是有點重計啦 因為黑旗這個班啦 你現在只能彎腰駝背 這彎腰駝背 那接著呢 可能黑旗就簡單的這個一飛 那這裡反而被攻了 這一顆只死掉是小 那我整個大軍隊拉出來反攻你這一個 那攻擊的時候呢自己也加強 自己加強之後這一塊雖然很強 但是如果這邊加強 這邊也加強那他就開始變弱了 OK 所以呢 這個地方 白旗實在要往上纏 那往上纏的話呢 那黑旗就往這裡走 那白旗 擀一個 黑旗斑 然後呢 白旗再斑 那黑旗這裡呢 使用的是連斑 其實 我當時在看這裡的時候 我在想說 是不是虎口 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AI的感覺是沒什麼差 但是沒什麼差 這個連斑後來很快就死了 可能還是虎口好一點吧 那實在呢 白旗打吃 那黑旗黏上 然後呢 白旗黏上 然後黑旗跳 然後白旗長 然後這個時候 因為黑旗這個地方 有一些些 頂啊 或是蛙 的旗 或者是最簡單的 比如說 我們這樣子 這裡將來有一個蛙 有沒有 你如果打這個 那我們可能這一段 之類的 什麼這一斑 這個黑旗就被切斷了 對不對 所以呢這個地方 黑旗要補一個 看起來很正常 補一手 結果沒想到 我都已經補一手了 還發生命案 我當時看的真的是傻眼 那這個地方呢 白旗實戰呢 先按兵不動 先搬這個地方 當時這樣 是不是開始要攻擊這一塊了 有沒有 開始要攻擊這一塊 然後黑旗搬 然後白旗斷 然後黑旗跳 跳完這個地方 就是準備要叫吃 照理來講 白旗是要跟著場 結果AI這裡 又不下了 不知道他在幹嘛 好 AI呢 跑去碰這一下 那碰來通常來講 我們都是斑啦 然後呢 再斧一個 欸 這個時候 其實當他虎在這裡的時候 我認為 就是 呃 黑旗就開始要有一點點警覺了 好 那可能這地方他 一方面也是 直接獨秒的旗啦 然後呢 可能沒有那麼快的反應過來 好 他可能就覺得啊 他只是要補這邊的斷點而已 那這個地方也是雙方的根據地 好所以我這樣立下來 也有攻擊白旗的意味 但是 沒想到接下來就是 簡單的幾手交換之後 這個地方 白旗 就把 黑旗給殺了 好 首先這個白旗一尖 其實這個尖啊 我相信 黑旗在立這一下 看到這個尖的時候 就已經有點後悔了 這旗可能比較好的 你就是 乖乖的這樣子走算了 好 你就是乖乖這樣子手 那如果他這樣搬 欸 那我們就這樣跳出來 這樣子可能還好一點 實在呢他想要去奪根攻擊 可是這個一尖啊 接下來這一飛 有沒有 這個黑旗 好像 有點慘 所以黑旗只好這樣子補斷點 但是一補完斷點啊 我們賀蘭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白旗在做這個這個這個交換 他只做一個目的 兩個目的 第一個 就是讓這個地方變成不是先手 有沒有 你如果今天這樣子走這個 你是切不斷白旗的 你這一沖 我剛好這裡有虎口 這裡是眼睛 對不對 那第二個用意是什麼呢 就是像這個地方一頂 頂完之後 再一虎 有沒有這個虎口虎到 讓這個虎變先手 等於是先手滅眼 之後再一碰 哇這個白旗 把黑旗包起來 黑旗瞬間死亡 我們可以看喔 這個地方 黑旗如果這樣頂 那我們呢 就 直接擋住 那如果黑旗這樣頂 那我們就再擋住 有沒有 這個地方你這樣子走 我們剛剛講過這個是後手 對不對 可以這樣子走 那再來囉 這個地方 碰是沒有旗的 有沒有 這樣擋住 我們甚至擋都可以 這叫吃就給你吧 你如果走這個 我們這裡有一個碰的手巾 有沒有 碰完之後再打吃 然後呢再一撲 那這個黑旗 也就死掉了 所以其實我們在跟 應該說 AI啊 這個真的是太 鬼神莫測了啦 真的是 你很難預測 他什麼時候要動刀殺你 就你看像這個地方 他要殺了 又沒有殺 反而最後死的是這邊 我在想啊 其實這個地方 以人的視角來看 他有很多的困惑點 就是 就是 這個斷完 黑旗這一跳 跳完之後 其實照樣講 這個都要再藏 你不藏 這時候反而手把去走這邊的時候 人的 注意力有時候可能就會在想 那你什麼時候要藏這一下 我有沒有機會搶到先手 把你這個吃掉 可能就在想這個過程當中 AI就 你給殺了 那這個也是我們在下棋的時候 要學會的一些 心理戰術啦 那 如果說你呢 在學這個東西的時候 還是 找不到什麼技巧的話呢 你呢可以先看這個 影片下方的這個 十幾到三段的四種 核心訓練 那他這裡面講的更多的是 在講 中盤的戰鬥技巧 但是 你如果中盤戰鬥技巧 高的話 你這種心理戰的博弈對局啊 這個想法呢 你就可以把它展現出來 OK 那這個也是 短短的開局 到這裡 只有65手 就結束了 那 真的是再次感嘆 AI真的太強大了 那往後呢 我們也會推出幾個 也是AI的對局 然後也是正在準備中 再跟各位分享吧 如果我還有體力錄的話 好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啊對 如果是 你是 比較入門初階的話 你可以先看這個 圍棋入門戰法 OK 好 那我們就到這裡囉 各位 拜拜